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搓 搓 当球出手有看准 刺开 拉 一出手就垫步 一出手就垫步 然后顺势跨步拉 垫 跨 那么这是侧身拉 人家看正手拉 搓 看转腰 拉 搓 拉 这是侧身 震手 还有反手拉 搓 一看就位好了 拉 搓 搓 拉 那么在搓中 抢拉 侧身 震手 反手拉的时候 步伐和发球抢过很近似 必须要搅动 搅到手到 这样才能保证有质量的拉球 反手拉稍微好一些 反手拉好一些 那么当然也有些问题 比如说你翻手拉 引拍过慢 是常见的问题 引拍过慢 那引拍过慢 球来了 才引拍 引拍你就发不出力 所以引拍的速度和搓球速度要保持适当的比 它要快搓 马上下来 马上下来 做好准备 你不能太快 你不能太快 你放在人家还没搓球呢 人家下面做什么还不知道你放在这没意义 所以你要看准对方搓球速度 快速放下来 快速放下来 这是这个横拍反手拉要注意的 反手拉要注意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直拍 直拍横打一个反面拉 直拍的搓 侧身拉 和横拍是一样 手脚配合 搓 一垫 对方一出手 就开始做小垫步 一落台子 顺势 转重进去拉 正手也是一样 搓 对方搓正手 抢位 拉 那么看一下反手了 一样要快放 搓 搓 搓 快放 直入要放松 直入要放松 向前上上摩擦 放松 快速 出现的问题也是一样 和横拍 第一个就是慢 拧拍慢 用不上力量 再一个就是拍面打不开 拍面打不开 是这个角度 你怎么拉 把球压死了 一定要提肘垂腕 提肘垂腕 把它打开 看 不要这样 提肘垂腕 打开就可以拉 看 提肘垂腕 就非常容易把拍面打开 问题解决一大半 好 再看一下 提肘垂腕 大开 提肘打开 拍面 打开 拍面 OK 那么这就是搓拉 搓拉 一个是侧伸拉 一个是这种拉 一个是反手拉 反手拉 注意 在横拍 直拍手 一个是引拍要快 直拍横打的拉的时候要提肘垂腕 把板面打开 这个是要注意的 另外在搓拉的时候 我们要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要想搓拉成功 我们说 像这样的 这样的搓球是永远没有机会的 这样的搓球是永远你不可能抢上球的 太慢 一个是对方要打你 一个是对方可以搓出这样的球 你把搓高球 那么对方可以 你去没法进攻 他一砍 砍死你了 这是极端的例子 我们意思是说 你的进攻是建立在一个很好的搓球控制技术上的 比如说 我加了一搓 顶住了 给我上手上了机会 对吧 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 我摆短 上来 这有机会了 我来上手 对吧 我一长 我摆短 上了机会来了 那么这个就要记住 你的控制很重要 不要说 我为了抢弓 随便搓一板 没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